都来家门口了 还关着谁呀 高婷宇夺冠的话语令人振奋 车名魁出国的举动 遭人唾弃 令人不耻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重看体育 大家在看完这道视频之后呢 希望您能动一动发财家小手 为这道视频点一个赞 让更多喜爱 以及关心冬奥会的人们 看到这道视频 点赞看视频两不误 我们言归正传 北京世界2月12日 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米决赛中 中国队员高婷宇 以34秒32打破奥运会记录的成绩夺冠 成为中国冬奥会历史上 第一位在速度滑冰羡慕上 夺冠的男子选手 所以夺冠之后的高婷宇 受到了众多媒体的高度赞扬 而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高婷宇接受记者采访的话语 更是让所有人为之振奋 首先记者让高婷宇评价一下决赛的感受 高婷宇直言道 比赛前一天腿部有些拉伤 决赛中起诉阶段算是慢了 0.1秒到0.2秒 滑完之后 抬头看场景 没有破奥运记录多少 我是打算滑到34秒10左右的 还有记者问道 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骑手 直到获得金牌 是如何缓解压力的 高婷宇没有思索的回答道 骑手没有压力 就是带领中国军团 骑开得胜嘛 第二天 中国队不就是拿着首枚金牌吗 我也是拿了一块 现在不破奥运记录的话 冠军都白拿 因为这个场地是平原比较阔的冰场 所以大家的能力水平非常高 打破奥运会记录是非常正常的 高婷宇之后更是霸气的说道 作为第一位冬奥会男子送花金牌 希望为大家起一个好头 开了就收不住了 多拿几块 这个项目比中国代表团 入奥运会还早 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 还是比较薄弱的 还需要继续努力 比赛就是真刀真枪的干 谁也不让谁 都来家门口了 还关着谁呀 这一段话 完全体现出了高婷宇的真性情 同时体现出了作为东北人的幽默的一面 还有对于自己强大实力的自信 可以说我们在听过高婷宇的话之后 都感觉振奋人心 然而在颁奖仪式的时候 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那就是获得亚军的韩国队员 车鸣魁 在登上领奖台之前 做出了一个扫挥的动作 可以说这完全就是一个挑衅的举动 要知道在速度滑冰的比赛中 完全是凭借运动员的真实实力 不会参杂一丝的水分 车鸣魁的长计 照比高婷宇慢了0.07秒 获得亚军 完全就是技不如人 这样的举动 就是在打车鸣魁自己的脸 在上届平昌冬奥会上 车鸣魁主场作战 最终在这个项目上 以0.01秒之差 获得亚军 本届冬奥会再度获得亚军 可能是想用这个动作 来弥补心中没有夺过的愤愤吧 但是作为韩国人的车鸣魁 做出这样的举动 简直受到全世界的人的嘲笑 因为韩国队 在比赛中的小动作是最多的 这是受到全世界公认的 尤其是走到宋华的比赛中 运动员之间的接触非常多 这就让韩国队员 非常容易的能够抓住可乘之机 在平常冬奥会的时候 韩国队就是利用冬奥主的优势 占了很多的便宜 如今来到了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 赛事特别增加了360度 无死角的高清摄像头 运动员在赛场上的任何动作 都无法逃过裁判的法眼 这也就造成了 韩国队员在他们的优势项目 短道速滑比赛中 多次出现犯规 被取消成绩的局面 如今称文奎的这个动作 是让所有人看清了韩国人的真实面目 完全是贼喊捉贼 拿起石头砸着自己的脚 最后大家对于车鸣毁的这个动作 有何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下方进行留言 关注更多体谈热点新闻 请锁定重函体育 喜欢小卓的视频 点赞 转发 叫观众朋友 拜拜